你按手印 按我名上 按你名上 你看我这律师 不能露他脸 为啥不能露 我知道我是穷人 我想你 你使劲 一游又不花钱 干嘛呀你这 是为什么呢 是我前年还是大前年 去核战斗机吃了一顿 他那战斗机面 我这不嘴馋吗 吃了以后 嘿 我发腾讯公众号 结果腾讯 把我的作品肢结以后 发了好几个公众号 我作为一个穷人 作为一个小人 他们拿我打十万家的打赏 我不服 我觉得你是小人物 不是小人 而且你也不是小人物 你是个大人物 别这么说 这么说一会儿 不要搞个人崇拜嘛 是吧 主席说过 必要的个人崇拜 他那边还是要求的 你怎么就那么抠门啊 作为一个带大金表的律师 你知道我这个 我也是个表哥 你知道我这个表什么牌 什么 我这表是上海牌的 现在值钱啊 国货 你这人就是一纯粹的土鳖国货 这个去年还是前年时候买的 我为什么要买这个上海表 又不行了吧 原来我的那个金工表啊 坏了 金工表好 对那是日货 日货就给它日了 然后那个我说买个什么表呢 因为都带习惯了 我想了想去呢 我就买了一个上海表 我刚才还一个姐姐给我发一个那个 你就是 原来也是你代理的那个 河北那个 徐水那个 我刚才我就说 我说他们呢 在这你再写一下你的名字 嗯 我说 他们不像我 我凡是不懂的事 全交给律师去做 他们都自己认为 自认为懂法律 他们主要是懂的是宪法 他们不懂一般的老百姓用不着的 对 我就什么都不懂 宪法是用不着的 是不能直接用的 嗯 对吧 您的笔帽 然后我刚才没说完 我为什么买 你还说你的表啊 对啊 我这为什么要选上海表 是网购的 不是行贿的吧 不是行贿的吧 不是要买的一千 一千几百块的 机器的 机械表啊 你看我这个 还不如我这之前的 因为 因为我爹 在大概七四年 或者七五年的时候 每个月挣六十几块钱 养一大家子人 他怎么攒的钱 大家谁都不知道 突然有一天 就花一百二十五块钱 那个表就戴在手上了 家里人又不能给他砸了 是吧 那时候多困难呢 你们就全谴责他 我们孩子怎么敢谴责呢 家里面发生母亲抱怨 这个呢 你上次还不是这表呢 上次是 总之呢 就是当时 这个他就买了 而且那个时候呢 还用工业券 嗯 那你替我打官司 你还请我吃饭吗 我应该得请你吃饭 不然你怎么会让我帮你打官司呢 你看这事儿 陈旭就帮我打官司 还给我打砸了 也没请我吃饭 那那个我们也可能会砸了 因为我们对法律的理解 也老是跟不上新时代的部分 对 你这就是一好律师 因为任何一人打官司 都有胜或者负的可能性 不像那些律师满打满 打宝票 然后骗人钱 另外我们也不是为了钱 我们要讨个说法 那个叫什么呢 张一伯 巩俐那个 讨个说法 叫那个秋菊打官司 秋菊打官司 你就说是领导打人就打了吧 但是也不能打要命的地方 往要命的地方踢啊 踢要命的地方就踢吧 你也不能把要命的那东西 制造命的东西 你给人踢坏了 是吧 腾讯把你踢坏了吗 给我个说法 不能把我的原创的公众号 说不是我拍的 是吧 不相信我拿这机器 自己拍自己 我这还一个呢 这我就是自己拍自己 说我不具有这著作权 这小C 小C 临阵不来 我也没办法说呀 然后我说 现在我不仅告你这著作权了 我还告你肖像权 里面这头是我的吧 是吧 不用小C证明吧 腾讯说得让小C证明了 小C这两天 不知道怎么不能见人了 我只能改起诉 我自己的肖像权 证明我还得证明我这脸是我的吗 是吧 你们是白石我的脸 按照中国民法通则第一百条 未经公民允许 不得将公民肖像 用于盈利目的 你们用于盈利目的了 因为你们有打赏 打赏的时候 你们还显示叫企业富费 企业富费是商业行为 拿我牟利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 我要教育老百姓是吧 我也花不起律师费 让你多打官司 我来撑顿饭 那个实际上唐老师说的 有些地方不准确 第一呢 现在我不是律师 我呢今天来的任务呢 就是把律师写好的文件呢 讨唐师僧的一个签名 平常我让他给我签 他还不一定给我签 这是他自己的状子 要交给法院呢 他不敢不签也不能不签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就是 原审的互联网法院呢 其实支持了 认可了唐师僧老师 对于他那个拍摄的作品的著作权 是认可了的 但是原审法院认为呢 腾讯作为一个平台呢 已经告诉了唐师僧老师 到底那个大千世界的公号的 运营的主人是谁 所以腾讯呢就没有责任了 于是呢驳回了唐老师的送请求 那么我们实际上想说的是呢 现在我们也知道了 这次的这个起诉啊 发布同志以后呢 是第一呢起诉的还是腾讯 因为我觉得平台在这个里面 是不是有责任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告诉了我们作者是谁 或者运营者是谁 他的责任就完了 还有企业付费 还有一个问题 我不考虑钱的事情啊 就是说判决书认为呢 腾讯及时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但是呢就我们帮唐师僧老师维权 和唐师僧用各种方式 跟这个腾讯去交涉的过程 包括投诉来看 腾讯在这方面的反应和整改 是非常不到位的 而且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所以说这一次呢 我们在起诉的时候呢 我们的律师王永梅和刘海 同时呢 这次呢 把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公司 还是放在第一被告的位置 认为他们有责任 第二呢 把腾讯告诉我们的 这个大千世界洗稿的 这个公号的主人 他叫义权 一个是姓荣义的义 权呢是全部的权 我看看一下呢 这位老同志可能1961年出生 一年出生 对 没有地址 然后他腾讯就给了我们一个身份证号 给了一个电话号码 给了一个名字 那么这次呢 重新起诉之后呢 第二被告呢 就是大千世界的公号的主人 义权 然后呢 我刚刚呢 请我们的律师刘海呢 查了一下呢 义权的这个大千世界的公众号 还在运营 而且一直在正常更新 当然呢 我们并不反对他 有言论自由 他可以更新呢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在跟唐老师这篇稿子的这种渊源上 已经经过了两年的时间 他也有过呢 被投诉和删帖的这样的一种经历 没有收到他来自义权 对唐时增的一丝一毫的歉意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呢 是我觉得 义权先生 今年开始 1月1号 嗯 连 偷那个 那个叫什么 呃 郭敬明 还有其他偷那个 台湾那叫 乔雅姐姐 都敢在1月1号以前 他们承认错误 因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从2021年1月1日开始要严惩这些人了 也好这案子已经拖了两年多 一直没借过 今年就严惩他们 你不能听风就是雨 这还是一个民事清单行为 我这段如果要是审查不通过 你拿你那发去啊 我这个